欢迎来到美厅 真正聪明的人都会丢掉这四样东西 我有个朋友擅长收拾,生活利落 他说超强的扫除力是需要智慧的 扫除不必要的杂物,生活才能不为外物所类 人生其实也是如此 人要学会常常给自己的内心打扫 因为很多时候阻碍我们前进的 正是那些我们深陷其中却不自知的东西 几年前,《卫报》的一名记者采访了卡尼曼 卡尼曼当时已经八十多岁 声音低得几乎听不到 记者问他,你最想摒弃掉的缺点是什么? 如果我有一根魔法棒 我最希望消除掉的是什么呢? 卡尼曼斟酌着自己的话,过度自信 卡尼曼的轻描淡写,仿佛显不出这个回答的重要性 实际上,我们很多人都遭受着过度自信的影响 过度自信是一种非理性思维 使人们倾向于高估自己预测的准确性 而这种高估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三国时期的曹操就是一个过于自信的人 赤壁之战中,当庞统献连环祭时 他的部下承玉、寻忧都担心敌人用火弓 可曹操却自以为是的说,凡用火弓,避解风力 现在正是严冬,哪来的东南风 我军在西北方,敌人在江南岸 若用火弓,岂不是烧他们自己 当成遇见东南风起,提醒曹操早做准备 曹操却说冬至来了,就有洋气声 挂点东南风,不奇怪,不当一回事 而当船和营寨被烧着后 曹操在重将的保护下逃到华荣道 看到小鹿在冒烟,大鹿却没有动静 就认为这是诸葛亮的计谋 自以为是走小鹿,结果遇到关羽 所幸,关羽看在以往的交情上 放走了曹操,曹操这才侥幸逃脱 王阳明说,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 聪明的人都懂得,满招损,千兽意 他们会对自我合理定位 对世事持有审慎细致的态度 不封闭,也不冒进 二,无知的盲从 孝林中记载过这样一个故事 东汉的司徒崔烈想要升报奸的官 叫他做自己的属员 报奸即将败箭崔烈 但是自己想想可能面世过不了官 于是他问仙道的人 有个人就说跟着司徒说的就行了 拜见的时候,司徒说可败 报奸也说可败 司徒说就位,报奸也说就位 因为有个人穿着鞋子上他 快要离席的时候 不知道自己的鞋到哪去了 司徒就说鞋在脚上 报奸也说鞋在脚上 这就是典故人云亦云的由来 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人 他们不去思考,合适不合适 只会盲目跟风别人的行动 这两年涌现出来大批网红美食店 喜茶以史诗级的排队现象 刷爆朋友圈 最长的排队者等待了八个小时 但许多顾客不知道的是 这些对很可能是店铺雇佣的托排出来的 武汉的报师傅网红店 被爆出以高价雇佣人员 故意在人流多时进行排队购买 造成客人多的假象 以此招来顾客 网红店利用的正是人们的从重心理 从重很容易 属于一种下意识的行为 但不从重却很难 毛母说过 就算有五万人主张某件蠢事是对的 这件蠢事也不会因此就变成对的 聪明的人都懂得培养和提高自己独立思考 和明辨是非的能力 预示和看待问题 既慎重考虑多数人的意见和做法 也有自己的思考和分析 通过正确的判断决定自己的行动 三 未经思考的偏见 一个先生交由两个学生 无论做什么事 先生总觉得甲处处顺眼 已则适时碍眼 这天一大早 两个学生念书 不一会儿听不见声音了 先生抬头一看 剑甲趴在书本上睡着了 他赞许地笑了笑 剑一夜趴在书本上睡着了 先生气恼地走到一跟前 一巴掌狠狠地扇醒了他 说 你一看书就睡觉 又指了指甲说 你看看人家睡觉还看书呢 这个笑话 很能说明偏见的心态 菜根坛中有言 利欲未尽害心 意见乃害心之毛贼 物欲未必能够伤害人的心性 意识中的偏见害处更大 偏见有的时候 成了决定一个人的成败的重要因素 三国演义里写道 关羽败走迈城后 还有一丝生机 于是他派廖画到上拥刘峰处求救 刘峰作为刘备的义子 本来有意搭救 但是一旁的孟达却说 你把关羽当叔叔 关羽未必把你当侄子 原来关羽对于刘峰一直持有偏见 认为刘备已经有了儿子 没必要认刘峰 这个非亲生儿子 关羽为人轻傲 对于孟达这种人自然也是不放眼里 关羽的偏见和傲气 使得他容易得罪人 也使他在关键时刻陷入了孤立无缘的境地 索罗说 放弃偏见永远不会太晚 聪明的人都懂得丢掉偏见 要是一个人没有成见 很难 正因为难 那些欲试三思 直到搞清楚事情真相 再去下结论的人 才显得尤为可贵 4.自以为是的小聪明 马卫都先生就碰到一个耍小聪明的事 那天他乘飞机出门 因天气不好 飞机无法起飞 已经登机的人 只能重新回到候机室等候 不多时 又说可以飞了 大家再次登机 人都坐定了 却发现多出一个人 究竟是谁 没人承认 只能挨个茶 按说 那个混上来的人应该明知一点 早晚会查到你 不如赶紧站出来走人 可他抱脚性心里 自以为聪明 觉得不会查出来 结果最后还是查到他 小聪明没有得逞 那么 他不是这架飞机的乘客 又是怎么混上飞机的呢 原来此人耍了小聪明 他原本是这架飞机的 见该飞机晚点一时半会儿飞不了 就换了其他航班 可人算不如天算 他换的那个航班 也因故不飞了 而原来 这架不飞的飞机又马上要飞 于是他转回来 拿着作废的登机牌 混上了飞机 因为他的小聪明 所有人又多等了一个小时 而他自己也因为耍小聪明 不诚信的举动 被该航空公司加入了失信名单 耍小聪明的人之所以讨厌 是因为他们以自我为中心 占着别人的便宜 损人利己 有一年中秋节 阿里集团内部开展了一个抢月饼的活动 有五位程序员写了个类似抢票软件的程序 用来抢公司内网里的月饼 不料却一下刷走了124盒 几位程序员原本只是想利用自己的小聪明钻个漏洞 却没想到事情败露后 阿里直接开除 并要求当天下班之前就离开公司 菜根坛中有句话 大聪明的人小事必朦胧 大懵懂的人小事必思察 盖思察乃懵懂之根 而懵懂正聪明之苦也 真正聪明的人 在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上总是表现平庸 而愚蠢的人 在小事上总是精明异常 真正聪明的人 都懂得丢掉小聪明 现今社会 谁也不比谁傻多少 如果想靠小聪明取胜 那才是真的不聪明 亚历士多德说过 人生最终的价值在于 觉醒和思考的能力 而不只在于生存 真正的睿智 是不断反思和不断审视 人的成熟也是一个 取无存经的过程 愿你我都能不断经济 用更大的格局经营自己的人生 订阅美听 祝你生活愉快